你跟网红小单是怎么认识的 记得是18年的时候 我闲着没事的时候 我在网络上 在快手上去看 然后你就无意中就刷到了她 当时跟你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我感觉这个小女孩挺清纯的 看着她这个快手上的标注 什么不私自加威 不骗人等等这些 我就感觉挺好 我就加了她的关注 然后我陆续给她刷了两三万块钱 这样就加上了微信 那你加了微信之后有什么样的沟通呢 加了微信之后 她就陆陆续续的给我发了一些照片图片 什么样的照片和图片 就是比较性感的一类的 然后又跟我说了一下 她生活的比较艰辛 不要还车贷 还房贷 就这样 所以说我就有了一些同情 就陆陆续续的就给她刷了一些钱 就这样子 你大概给她刷了多少钱 那就是五六万块钱嘛 她说她要来看我 她要来看我呢 而且她说她有35万的钱需要 然后马上就要用 然后我就给她转了十万 她8月20号那天就来了 就跟我说 她说她比较喜欢我这种性格 比较喜欢我这种人 然后吃完饭之后 我又给她转了25万 第二天的时候约我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就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子